游到子宮腔裡面 游到輸卵管去塑金 那這種在精蟲抗體為陽性懷念的情況下 只好要欠病人 要嘛就做人工塑金 或者是抽血去確認一下 它協議裡面的精蟲抗體是不是超過75 那為什麼說有精蟲抗體 通常稱有精蟲抗體要做人工塑金 我常常這樣跟病人比喻就是說 今天比如說你要從海上去登陸某一個攤頭堡 那敵益軍的海軍陸戰隊實在是太強了 他們在沙灘一大堆地 你根本就是去一個死一個 去兩個死一雙 那沒關係 我們就不要跟它硬拼硬 都要很強 那我們就閃兵 我們從飛機閃兵 然後空降到後方 也就是說 既然你太太子宮頸 那麼這樣子的 好像是擺肩不摧 這一刀關卡太難過了 我怕你好了 我怕你 我就直接我們又請醫師用一個 吳俊的人工塑菌管子把這個精液 直接送到太太的試卵管 那散它總可以嘛 我們不要跟它一批這邊硬碰 硬碰紋死的 那我們就直接繞過去 就bypass過去 那這是人工塑菌去治療子宮頸的一個道理 就是說我們不要去跟它來硬的 我們就直接 不要正面的這種衝突 對 如果說很強的話 你就是閃它 不要去跟它硬碰硬 你碰一個就死一個 沒意思 對 像剛才 金融靠底顯示金看到的全部都是一片死極 那就算了 那就重來 那就我們令其如照 是 好 我們再來看下一段VCR 那如果說真的有金蟲靠底很高 或者帳户每CC小500萬 或者甚至是有鎬丸呼鎬幾斤的 那只好透過這種1993年才研發出來的 所謂的第二代試管嬰兒技術 EXE 單一金蟲顯微注射 以前我們對於金蟲太少的 我們都是這樣做 把金子 它3-5支注射到卵子的透明袋 跟卵子細胞子中間的空隙 那為什麼不像剛才把它紮進去 因為不曉得紮進去 這個卵子會不會破掉 好像你吃雞蛋 大家都打過雞蛋 你的蛋房一筷子一戳 那就破掉了 對 那可以想見 大家都有這種生活經驗 所以那些實驗室的人覺得說 我真的給它紮到卵子 這個蛋是完蛋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做的叫做 透明袋下面的金子植入式 叫做SUSI 好像我們在吃日本壽司的台語 SUSI SUSI 那時候的成功率不怎麼高 而且常常3-5支打進去以後 卵子就是跟3-5支的金子塑金 那一個卵子只能接受一個金子塑金 你如果說兩支以上變成鋪造大後流產 好像是只能一夫一妻 你如果是來個兩夫一妻 那就家庭帶一起革命 通道道理 後來比利時自由大學 有一個紀事員可能有點糊塗 有一天可能在打瞌睡 不小心針針針下去 他就慘了慘了 這個蛋完蛋了 他想說算了 結果給它放到那邊 他還沒有給它丟掉 就放著了 明天大個矮罵 結果明天再去看 欸 塑金了 而且還 他們就繼續追蹤下去 但是打到哪裡去了 就是剛才那個技術啊 就是把它注射到卵子 以前我們都不敢做這個洞 對 所以很多科學其實是 有時候科學不見得 就是說是順理時常 有時候就是說 誤打誤撞 但是在誤打誤撞的前提下 就是之前你已經有累積相當多的一個經驗 嗯 一樣一個蘋果掉到你的頭上 你可能 哦 怎麼那麼衰 然後撿起來吃掉 可是 怎麼會想到是地心引力呢 對 可是牛頓 砸到頭 他為什麼知道把它想進去 因為他在砸到之前 他已經累積多少的數學跟物理的常識 所以砸下去 一樣砸到頭 劉頓想的可能跟我們想的不太一樣的 他想到地心引力 我們想到的可能就是 這個蘋果好吃 是 所以說做這個單一金蟲顯微注射的話 是不是同樣也是能夠增加這個成功率 對 就是這個技術之後 我們才發現說 原來因為我們以前的300萬500萬金蟲 也是一籌莫展沒辦法 現在才發現說 只要金蟲有就可以了 嗯 就是三隻五隻也可以 是 哪怕是300萬500萬 所以現在單一金蟲 所以那個技術有了之後 才有所謂的 鎬丸或副鎬丸的寶寶 所以第一個試管寶寶叫做 第一個副鎬丸 後鎬丸起經的 是副鎬丸起經的寶寶叫做 Smart 好像是一種汽車的名字 SMRT就是很聰明的樣子 是在澳洲 而且我們對於300萬500萬 簡直沒有辦法治療 真的是一頭目水 明明有精子 但是就是沒有辦法讓太太 即使做傳統的資管嬰兒 都是沒有辦法 對 是 好 那麼我們剛看了這個六段VCR 都是有關於丈夫方面的問題 那必須要做的 就是可以做的一些檢查 那當然最基本的就是要從這個經濟分析來做起 那如果說也有其他問題的話 再進一步的去做其他的檢查 所以我常常覺得說 不用做檢查其實 要先做的其實是丈夫 丈夫沒問題的話 再檢查他 丈夫有問題的話 比較簡單啦 對 其實經濟檢查是也不一定說要到醫院去 對啊 有時候有時候變成來的時候 就已經拿了兩三張 他在外面做檢查 一看也不是醫院 就是一些檢驗所 檢驗所當然也可以做參考 這樣起碼你 他可以分辨是說有精蟲沒精蟲 數量多少 那你如果說對這個報告 如果說有疑義的話 那很簡單再做一次 反正就是講他也就是臭臭 就是做經濟分析也很便宜 然後看那個也很快 對 是 好所以這些都是這個丈夫 可以來做的一些 針對不孕症方面來做的一些檢查 那麼這個階段我們先進行到這邊 下一個階段呢 要請蔡氏來跟觀眾朋友談一談 就是說如果是太太的問題的話 那太太需要做哪一些檢查 我們下一段廣告之後再回來 蔡峰博醫師 地址在彰化市中正路一段392號火車站旁 電話047260678 火雲用心 使您更安心 火雲用心 使您更安心 歡迎您再回到祝您好運的節目現場 那麼這個階段呢 我們要跟蔡氏來聊一聊 如果說太太有不孕症的話呢 那必須要做哪些的檢查 我們請教蔡氏 剛才我們都聊到丈夫該做的那些 其實最簡單就是一個經濟分析 雖然是很簡單 雖然是很便宜的 但是可以給我們提供的資料很豐富 至少譬如說 張夫有問題 那就是有哪些問題檢查 但是張夫有問題不代表太太就是正常 有時候是一起有問題 有時候雙方都有問題 像剛才我們碰過一個 就是試卵管又主宰張夫又300萬 對 那太太要做哪些檢查 那起碼有兩個一定要做 至少你素卵管要通 讓丈夫的精筒過著去 起碼你要排出卵子 讓丈夫尖指跑進去 有一個塑菌的對象 所以排卵有沒有 或者是說他的素卵管 這是一定要的 我們看一下VCR 那做這兩種功能的檢查 要做什麼樣的檢查 這個是基本的素卵管設定 像這個病人 他是有所謂的綜合子宮 素卵管的阻塞 所以這個檢查 腱膀也有幾副 但是通常我會見你在夜間來的 你乾淨之後排卵期之前 然後七 夜間的第七天 到第十四天 那做這個很不舒服 有時候病人會很痛 有時候做完會有一些 骨盆腔發炎的影響 那這個很重要 因為你如果說素卵管不同 那有兩個辦法 再用腹膠鏡去切認 或子宮鏡去切認 或者你只要承認 他真的是不通 要做試管嬰兒 如果說奇葵 他以前都沒有開過刀 他以前也沒有骨盆腔發炎 可是他造的還是不通 那你覺得這個不通可能是假的 因為做這個 因為痛的時候 酥卵管會縮縮 造成所謂的假的不通 那這種假的不通 要怎麼辦 要嘛你就承認他 只要做試管嬰兒 要嘛你就去做腹腔鏡 就是再進一步的檢查 再做其他的 酥卵管通常性的檢查 那最近在2002年美國 食品藥管理機 也通過一個叫做 酥卵管鏡 在台灣還沒有 就酥卵管 有一個從暈到子宮鏡 子宮鏡 然後跑到酥卵管去看 那這個應該還 也是可以做酥卵管有沒有通 或者是在那裡阻塞的一個 新的儀器 是 那像做這個酥卵管攝影的話 像什麼樣情況的病人 醫師會建議來做 第一個如果說他當然不認證 而且他 也許他有事之後 人工沒有成功 或者是說 初步來門診 那以前他什麼都沒有做過 那就一定要做 那如果說他 有些病人 來找我的時候 都已經拿著一張酥卵管攝影 我在哪裡的 我等一下copy過來了 我們一看 那酥卵管的通脹性 是一定要的 但是你至少要 有一邊是通 你不要說 兩邊都不通 那大家沒辦法 那有些病人就是說 我只有一邊通耶 另外一邊可不可以開到八島 我說你 這邊通就可以生孩子 為什麼還要再 何苦 還要再去多一道手續 多一個傷害 多一個發揮 去開這個道 所以 酥卵管只要有通就可以 有一邊通就可以了 就是說 讓這個精子有一個 可以去跟卵子受精了 那現在問題又第二個問題 病人會問說 可是我這個通的是 右邊的酥卵管 可是我右邊的卵巢拿掉了 我左邊的卵巢還在 那這樣子 精子跑進去 碰不到我的另外一邊的卵巢怎麼辦 其實不用擔心 那酥卵管自己會去捕捉 所以 大自然是不會隨便 就是讓一個人 沒有那個 補孕的 所以 生育是很奧妙的 我們再看下一段VCR 好 所以這個酥卵管有一邊通 就可以放心了 對 那再來如果說你 什麼管制度不通 你也可以用子宮鏡來做切忍 那這是子宮鏡 我們看這個裡面 子宮怎麼有很多東西飄到飄去 原來這個病人 他的子宮腔裡面 有沾黏有席肉 那這個在一般診斷性的子宮鏡可以檢查 如果說真的很嚴重 像肌瘤 那只好 在另外安排時間 在空腹的情況下去做麻醉 前置麻醉 然後做手術的 電刀的子宮肌瘤切除 所以子宮鏡 因為它有灌水嘛 你會看到有一個膚姿在壓水 那所以你在做完子宮鏡之後 你再做一個陰道攤破 如果說它的水跑到倒閣室窩 那你可以間接證實 它的施放管是有通 那同樣的道理就是說 你做完子宮鏡 你用一個陰道攤破去看 子宮那個倒閣室窩裡面沒水 也不代表它不通 就是子宮鏡的通血射驗 或者疏端管射驗 通通會遇到百分之十 到二十左右的所謂的 假的不通 因為做這兩個病都是清醒的 所以它會因為做的時候不舒服 或是緊張 疏端管是它外面是一個平滑劑 它會縮縮 那造成那種水或腺炎劑過不去 那所以這個都有可能 所以它不像腹腔鏡那麼診断 那麼正確如果說 所以要檢查疏端管不通 確定的話最準確的就是腹腔鏡 腹腔鏡 我也碰過一個病人拿著一個 別的醫院坐過來 疏端管的確不通 而且它不通是屬於 近段不通 就是子宮一出去就不通 那來我這邊做 診斷性的腹腔鏡 一看一打就 我們打第一個先驗劑就通了 那所以這個是可能存在的 所以真正的疏端管要講不通 最好還是依賴腹腔鏡 可是腹腔鏡有時候 我們剛才講說腹腔鏡怎麼做 那有病人要前置麻醉 要肚子要打三個洞 要開刀 然後病人一聽說 還要這樣子這麼麻煩 而且有風險要開刀 那不要不要不要 我直接做試管好了 就省掉那個開刀的過程 對 所以因為現在試管嬰兒 因為成功力也普遍來講 都比較穩定也比較高 也很方便 那也可以省盡很多診斷 所以那個疏端管不通的患者 其實也不一定說要去治療 那個不通的問題 對 所以現在我看到 一份研究報告就是說 英國倫敦他們發現 有一個現象出來 這個可能再夠幾年之後 會在台灣 尤其是都會期的台中 或者台北或者上海出現 一個都會的婦女 婦女或主場婦女 她覺得錯過性行為 刑訪去生孩子 簡直太沒有效力了 現在的人都要講究 短小輕薄 每個人都說喝咖啡 為什麼要煮 用泡就可以的 季容咖啡 我要小孩子 我要季容的小孩子 所以我什麼檢查都不要 我就是直接走進一個試管院中心 我要一個孩子 你給我做試管 那這個趨勢 慢慢已經在一些 比較國際化都會已經出現了 大家都要求快速 短小輕薄 就是快快快 什麼都要最快的 那有些人就是說 的確他的工作競爭很厲害 那人類的生育 相較於其他的動物 媽媽狗 壓的 比較慢 他還沒有效力 很多小 有時候在路邊看到一隻母狗公狗 然後他們可能就一次 就一堆小狗出來的 可是人類可能不是 可能一整天下來 行為完不知道多少隻 可是就沒有 我們人類的生育力 相較於其他的動物 真的是太沒有效力 那有些人就說 哇 要透過型房 型房也不是一次就有消息 那我直接做試管 所以 試管嬰兒的確因為 直年在增加它的成功率 直年在增加它的數目 美國1985年 一年全美國 做試管嬰兒的 才2000到6000例 現在在2002年